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晚上时间中共央视中共的文宣发了一个这样的 说习近平在立马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新政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 不会利用台湾问题同中国竞争 美方也要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但是我们昨天也给大家看了 美国的白宫的简报里头根本就没写这些 根本没写这些话 中共自己把自己 反正嘛 这个所有的文宣掌握在他们自己的手上 他随便想咋写就怎么写 这表明一个啥心态 我们听听林女士你怎么看 什么心态啊 因为他这个国际关系上面 我们应该还记得嘛 之前中共跟菲律宾之前的问题 他不是也假装说 他跟菲律宾的哪一个将军已经达成邪了 然后菲律宾他就愿意去默默的退让 他的哪一个岛交 然后就是承认是中共的势力是会进驻的 但是后来询问之下才确定说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将军根本就没有跟中共有任何的签订的协议 那包括在14号的时候也有新闻报道说 中共他也是假借的新加坡的名义 所以说新加坡他是反对台湾独立的 但是新加坡的政府他其实是驳持这样子的说法 说新加坡政府他根本就没有在官方上面或者是公开的场合上面 说他支持所谓的一中政策 或者是所谓的反对台湾台独的这一些比较敏感的政治议题 所以就像多吉逊宣讲的就是他在一个话语认知战的上面 他会用他可以操控的这些媒体 然后去散播有利于习近平的这个思想 有利于习近平他想要达到的文宣的目的 或者是他这种所谓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舆论 然后在舆论的这个包围圈之下 然后就让台湾就变成是他的了 他就是慢慢进一步的在这个认知作战上面 他就可以赢得他的这种话语权之外 也借着这种话语权 然后来逼迫美国承认台湾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觉得他这个手法是一直都是不断猛烈在进行的 而且是都没有停止尤其是台湾最近的这些立法院之乱 然后这些立委的这种真理的面目 其实都非常明显的摊在国人眼前 他怎样去配合习的这个吃下台湾的这个战略步骤 然后他这种战略步骤就是用颠覆的方式 就是内部颠覆的方式 那他的这种谋划其实就呼应路德式的情报 他确实就是还是以所谓的内部颠覆为主 那外在的所谓的军力的包围啊 或者是这些共击啊 这些共建的这种扰台 其实都只是一个威吓 他实际上还是不敢真正的去动武 但是他还是希望以这种所谓的认知作战啊 舆论跟内部的这种颠覆的势力一起配合 然后来拿下台湾 那这个都是让美国哑巴吃黄脸的一种做法 所以当世界上更认清楚中共他的手法 跟他的面目 跟他一直没有放弃 对于台湾的这个拿下 还有对于变成是世界独霸的这种野心 而且是战略决胜的这种方式 他是没有停止的 不管多少人或者是多少的这一些特务被抓 然后这一些新闻一直不断的披露出来 喜共在不管是在暗黑的层面啊 不管在各个包括南部走线啊 或者是这些骇客的这种入侵啊 电信入侵等等 这些事件其实都可以看得出来 喜共他们的这种超限战的手法 那这种超限战其实美国 他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美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的超限战 去瓦解中共的 所以以像现在这种世界的好像美国的卫定 还有世界其他战局的卫定 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好像中东的局势 也忽然就是停荡在一个阶段 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忽然他们的状态 那就是好像是将在那边没有再进一步 包括以色列要进一步的拿下哈梅内 或者是伊朗对于以色列的强烈的反击 我们都没有看到这进一步的作为 那我们看得到的就是俄乌的战场 好像那个局势是比较更升级进一步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各家像包括中共就是在后面更支持俄罗斯 把乌克兰的这个战场再更牢牢的吃下 这个我们都可以看到国际上面还有战史上面的变化 所以虽然中共他在他们的文宣上面是这样写 但是由于他们的这种危机 跟他们所做的这种战略谋划的行径 其实就像路德先生在节目披露的 是很好被对手给拿捏的 所以是不是对手他就会 包括欧美啊北约这些国家 他会借着中共他的这种 喜欢用超限战的方式 喜欢用渗透的方式 反而去制造更多的陷阱 让习入局 我们觉得这个都是不可能的 然后也就静待看国际局势的变化 对手先生谢谢 你怎么看这个台湾这次说跟拜登握手啊 然后呢 然后邀请拜登 这个离任后到台湾 卸任后到台湾 你怎么看这事啊 台湾的媒体是怎么看这事 你觉得会对中共有什么刺激 我觉得这个画面出来 其实就已经让习非常的害怕了 所以为什么习他在红美的报戏 他就说首次提起赖青的 要认清楚赖他的本质 其实就是要谋求台独的 然后谋求分裂的 那他这种分裂跟台独的本质 其实是不利于美国的 因为美国也不好去控制台湾 我觉得他的这种言论 反而是在让拜登更清楚说习对于美台的更进一步的深化 其实是非常害怕的 所以我觉得习他如果说拜登没有认同的话 这样子的照片其实也不可能曝光在世人的眼前 尤其又可以让人家去做很多的联想跟揣测 那习他后面的运作是不是更忙乱了 因为他就要更去探听更多 到底那个林信义跟习又说了哪一些话 或者是对不起 林信义跟拜登又说了哪一些话 然后拜登的幕僚有没有之后 就跟这个林信义就是拜总统的这个代表 去做什么样子的进一步的这种约定 或者是进一步更深化的这种交流 我觉得这个都会让习的这个团队 或者是他背后的这些特务是非常紧张的 那可以看得出来 台湾是乐见其成 然后台湾的媒体还有民间 其实也都是非常欢迎台湾跟美国的这种往来 是越来越正式 而且越来越可以是官方的立场 包括台湾在整个国际地位的立场 都能够越来越正常化 我觉得这个都是对整个国际局势 还有第一岛链的局势 是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台湾的地位不要再被模糊化了 那么美台的交流是不是能够更要上一层楼 我觉得这个也都是看赖总统 还有包括执政团队的努力 那包括民间其实都是百分之百力挺的这样子的立场 就是美台的关系一定是要趋上于更正常更明面 然后更友好而且更紧密的 因为这样子对于不管是在科技或者是经贸 或者是整个民主价值观的这种第一岛链的结盟紧密程度 还有包括能够形成雅约的这样概念 我觉得这个都非常重要的 更不要讲说能够如果能够加入那个Ox的第二支柱的话 那这些对不仅是台湾的科技方面也最低岛链 因为只要是台湾在科技方面的先进 其实无形当中也会带动的也会辅助日韩的这一些科技 大家一起同步的这种提升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对于整个第一岛链非常重要 而且也对于面对所谓的海警第一排 就是去制衡中共国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科技军事实力的提升 你面对中共未来要怎么样去列解它 或者是要怎么样去主动做战略上面的这种布局 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要去做深入考量 这是自己的看法 路德先生谢谢 好谢谢林女士今天在分享 咱们这期节目就到此就说不要忘了点赞分享 再见